本视频由金豪钢笔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做那个金豪的另外一支笔 然后9056的这样子一支笔 那还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尺寸线 还是一样的 这支笔第一次拿上手的时候 感觉好粗啊 终于有那个木钢笔的这样子一个感觉了 那还是一样的拿到我日用的三支笔了 当然还有一支艾成 当然这签名了 我真的写的话就是还是用这三支为主 那来看一下 那首先这样子 笔还是一样的 那完全进步了 就是比805那还要再长一点点 另外一个的话出息啊 这次木钢笔的话 通常就如果有看过手工笔的人的话 都知道其实木钢笔 因为它有一个那个材料 它本身的一个问题吗 它没有这么强的硬度 以及那个虽然它塑造度也是非常高的 但跟塑料笔还是差那么一点了 所以说它这个笔本身都会比较粗的 而且里面木杆它是没应该是没办法做螺纹的 除非硬高很多 硬硬度很高的那种木头了 但正常应该不会这样子选那样子的一个木头了 呃 那首先能看到这样子一个粗细的话拿起来哇 然后跟别的笔真的是完全眼前一亮的一个感觉了 毕竟那个呃平常的话 手木头的话都在手作笔出现比较多 如果是说你要在那个量产笔来讲的话 它其实算是比较少有的 因为之前我买过那些好多都是用那个塑料 然后用一个水转印或者是喷涂其他一个技术来完成的 这个摸起来就有点像木头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长度146左右的一个长度 当然会长一点应该是145左右 那免得伤到笔了 我我就不去故意有时候会离的笔稍微远一点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笔应该重量也不会太重 好35左右的一个重量果然是就是不会太重 然后再下来这个把帽的话23左右 对比那个上一个视频做的那只的话 还要再倾向倾向那个两克左右了 太久没讲普通话了 完全嘴巴完全打结了 好然后大概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笔尖的话还是一样的 刚刚如果有看到尖的一个 呃怎么讲一个笔尖的话就是 呃感觉的话就是还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还是有那个就是一卡一卡的这样子 忘记以前我观众给我普及过这个叫什么文了 我又忘了 然后这次这个的他这个雕花的话 也有一个大的改进了 但是你看到完全精致上很多 你看这个F平常的话如果有看到别的笔的话 我拿血热的这个来的笔 你看他这个终于能赶 你看一下这次这个那你能感觉到他比这个血热的这个还要在细 那这个粗细度有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你终于你感觉到他真的能赶上万宝龙的那个精细度 因为万宝龙的那个笔尖的话就是这样子一个粗细度 这个以前有拿万宝龙跟血热的那个笔尖对比过的很大的差距 然后这次这次精好的话你能看到这个笔尖的一个粗细度真的能对 所以就是跟万宝龙那个真的能做的差不多了 然后笔尖的部分这个以前有见过的一个笔尖了 但笔尖的型号其实我不太会分 但这次的这个不知道 好像这次给我记的笔应该都是重新开模的 然后你能看到就是这些笔 这个笔尖的话 怎么样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没有什么那个毛边等等的 这些都都没有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呃平整不就是这个间距不一啊等等的问题都没有 好然后这个我啊忘记给你们对那个笔尖了啊 不好意思啊我拿回来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 首先就是因为为了配合他这个我估计是为了配合这个总成了 所以用了一个比较小的笔尖 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啊对我没有那个 我800的肩被我换换起来了 那这个的话是总白金的那个总统肩呢 那能看到他就是白金总统肩的一个大小 那这个应该是算是32号肩吧 因为因为百利金的那个应该是算35号肩 我拿一下白金的那个给你们对比一下吧 对这个平常就被我这样子收起来的 那白金的35号肩的话你这样子一去对比你看这个明显就是大了很多 或者我放这吧 那能看到吗就是稍微百利金的肩是比平常的笔尖还要再长一点的 那这次能看到稍微来讲的话 342号肩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干笔的一个尺寸的 26号真的太小了 写起来真的 呃很不带感说实话 就是特别是你一个大笔配一个小肩呢 经常有讲到一个国产笔的问题 好像在这一次寄过来的笔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了 那红点的笔我也好久没买了 不知道那边的一个笔到怎么样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样子一个笔尖 那首先刚刚讲到这个奥文真的是非常做得非常棒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伊利啊 那伊利上面能看到这个中奉这次看是比较粗的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就是说让他触摸比较大 然后你能看到这个中奉的话也是你看非常正 也是也是非常正 你看就没有说踩像一边了 要知道就是中奉正不正这个问题吧 即使在白乐白金的那样子一个笔的话 都会有就是凭空上都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的 然后这次的一个笔尖的话 哦 这次是圆的 那应该是偏写英文多一点吧 那这支笔应该是估计是哪去出口比较多 你看前面的这个应该叫屁股尖吧 屁股头这样子的 那这种这种尖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怎么去那个呃 刮纸的刮纸就没有刮纸这样子一个问题 然后前面也是比较圆的 那写起来那阻尼感肯定没那么大 但是好处就出没也会比较大 但是好处就是说啊 这支笔的话他写下就问题就比较少 因为打磨越复杂的笔的话问题越多嘛 越简单的东西就是出的问题就越少了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总体吧 然后首先拿到一个我觉得有点不太完美的方式 就是这个木纹跟上面这个木纹 它好像是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对称上 比如说我这条线它没有那个呃 木纹的一个颜色 然后延伸上去 这个木其实木什么木我不太懂了 但里面还有一个塑料套筒了 那这个木其实弄的也是挺薄的 但这次这个呃 说实话木我真的不会分的 但这次摸起来的这个手感吧 比以前的真的好像不少 为什么因为它 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就是有那种就是你真的去摸一个木头 那样子一个感觉 它触感上面来讲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这次这个还有一个雕刻上 不知道是应该是用CNC吧 然后上面的字体来讲的话 真的是也是国产笔来讲 难得一见的 就是真的有在字体 logo等等上面去下功夫的 而且你看这个 在把一个笔上面 一个曲面上面叼的这么细 我觉得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个 能看见一个地方真的 呃能看到一个笔 它是往细节上面去走了 然后上面的这个源头 你看下这是整支笔的一个曲线吗 非常唯美 有点像日本七笔的那样子的一个曲线 那这一点真的是给好评 然后再下来这个笔价 哇 终于能看到一个我最喜欢类型的笔价了 也都知道我最喜欢那支笔 就是这个都就是就是这样子一个笔价 就是这种按压式的 哇 这这一个设计真的太棒了 这次 而且出现在一支木头的钢笔上面来讲 那就是有就非常高的性价比 而且在一个就是常见的材料 常见的钢笔上面 再加这样子一个东西吗 那另有一番感受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然后前后一个源头 那其他地方的话就没有 应该没有别的细节了 还有一个应该就是这里 这个地方有没有感觉到非常非常薄 平常的话这个地方都做的很厚 因为可能是工艺上面没有没办法做到 但这次你看这个 它真的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子追 那个一体性的 但是这个地方又做的很薄 哇 这一支笔的一个可以讲的点 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以前做的国产笔的话 就是都大同小路 然后这一次的话 就是真的在这些以前 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些地方 上面做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进 然后像这样子一个笔夹 那很多他会追求那种一体式的 或者是说像纳米那种的一个 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个笔夹 这次也是远用了那一类的一个设计语言 当然看到他这样子就是一个正面看 他还是跟那个什么就是原论式的 这个就是有点像像白金 万宝龙等等 都是这样子一个类型的一个笔夹 但是他做了这样子一个按压式笔夹 你从侧面去看的时候 他会眼前一样 因为平常的就是你要这样子去拉 然后有时候紧有时候松 那像这一次的话 我正面去看 哇这支笔有没有感觉 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侧面上面来讲 你从侧面去看 啊他又有很强的一个功能性 好 然后再下来了这个笔握 啊必须好评 那长度我从上一集有讲过 这个长度真的非常合适 就现代人去使用 然后再下来这个笔握 哎终于能看到一个粗的笔握 我拿捏起来各种舒服各种爽 再下来了 然后颜色等等的对吧 金色金色金色啊 完完全全这些细节都有到位了 吸墨器这个看不见我就算了 而且这个吸墨器 它都是公用键盘 要求不会太高了 再搞一个金色 我觉得不是很必要 因为吸墨器这种毕竟是损耗品 那像国产的吸墨器 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比我那个水冷的吸墨器 大家都知道吗 不是特别耐用的都懂的 那像国产吸墨器我暂时用 还没有用哪一个用到 就是真的坏过 那所以说反正它本身也刷耗品嘛 然后你爱换就换 然后你再反正它也有别的选择 反正有些人喜欢说 把那个就是我不太喜欢用那种捏的 那种几捏式那种吸墨器装回去 我觉得反正也没问题嘛 然后里面的这个金属套筒 那看里面的哇 里面的这些细节 你看到就是这个车销等等这些细节 这是真的很干净利索的 这样子一直比了 就是整体工艺真的有非常好的提升 国产比的话 真的是就是它工艺上面来讲 其实还是那句就是下限都能达到 而且现在真的真正能看到它是 在往就是一个更精致更高级 就是为一个小问题而改进 就有点像劳力士那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是唯独要考验的就是一个的耐用性 因为这当钢笔这个东西 你这个可能是里面的一个碎线没弄好 这个小问题 就是剩下一个就耐用性 可能我这支笔能不能用个10年30年 就不知道 但是正常是都可以了 而且它这些现在这样子一个精致度 你看这个笔握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 就是应该材料上面肯定是有一点点改变了 然后能看到这些 就是类力度等等的 我以前经常讲的那些东西 就几乎这几支的一个金豪笔的话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进 而且都能达到了 我真的是从实用上 还有新产角度上面来讲 真的是完完全全 就是金豪好像比起别的品牌 已经突破到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层次了 个人觉得就是它的一个生产 以及它的技术能力吧 呃真的是怎么讲呢 超出你想象 完全超出你想象 而且你看这些类力的一个文 非常非常值 好 那个好像讲太多了 我赶紧来试写一下 那这一次这几支的笔真的是都 啊 眼前一亮眼前一亮 就收到的时候已经觉得 哇 这可能真的是就就我可能就几个月吧 没有看笔 然后整个那个 还是说我以前没有怎么买啊 就整这次整个的一个等级吗 完全就是升华了另外一个层次 哎 挂墨了 估计很多人喜欢这一颗吧 挂墨的那个就觉得啊 最美的那一颗就是 我刚刚比那个挂墨的那一下 那很多人可能会这么去想 我是觉得都可以 有时候我上完墨 只要没占到笔窝 其实我个人也是不怎么操 就让它这样子放上去了 那毕竟是要用嘛 然后也很少搞那么多一个别的玩意啊 好 那一个一样的 我们来试写一下 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书写感觉怎么样 好 那个刚刚做完上一个视频 然后这次再做这个 那这支明明显触摸就很大了 然后今好的好像9056对 今好 我这次这个触摸就 这个是F间对 那不知道有没有EF间 这个F间好像是 日用的话 我自己用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试一下 触摸那么大的话 肯定不会断墨了 而且这个的话 你看这个触摸来讲的话 反正就是你看非常均匀 这呃 然后再下来了 直接跟上面去对比 你看这个稍微比0.5再触点 那可能是0.6左右 但是也能接近0.5吧 反正呃 看看它等一下干的时候差别有多少 然后我再把剩下给给写一下 爬格子来讲的话 如果字写大一点的话 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像我写繁体字的话 本身的笔画也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 呃 呃 字体也比较密集 那 繁体字来繁体字来试那个试写的话 有时候觉得还是比较精准的 因为如果繁体像繁体字这些 如果这些字嘛 他都能写下来 那基本上爬格子是没问题了 这只比我现在写 唯独比较担心是 他触摸比较大 那快速速写情况下 不知道会怎么样 就我可能写完这里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会不会涨到墨 这个就不确定了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 那个比弹性 我觉得要试一下 哦 这个弹性就稍微好很多了 就毕竟是第一个民间比 另外一个就玩法可能很多 试一下能不能繁写一下 以前有观众 哎 意外之喜意外之喜 那既然可以繁写 那个以前很多观众一直叫我繁写 我一直忘了 然后因为我拍视频都即兴了 然后就没有想到 哇 意外 这些好多笔都不能繁写 这次的还能繁写 我这个 哇 意外之喜意外之喜 出乎意料 那这 这一次又是一直出乎意料 的笔 而且书写起来的时候啊 给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就忘了 还是要非常顺 没有听到什么瓜子的声音 而且写起来的时候 就是一样的 很接近现代笔的一个书写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你写起来的时候吧 呃 你看这个 哦 非常顺 因为我以前为什么我这么在意 就是 就是这个笔 他接不接近那个现代笔的一个书写 因为我以前去买万宝龙 所以我专门去问过那边店员了 我问他其实你什么样的笔 就是销销量是最高的 他说是F间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EF的话 除非是说干笔的真的玩干笔那些人 如果是正常 比如说我可能我一生 我就买一两支笔 或者我不是一个深度玩家 我还不单单玩干笔 我还要玩别的玩具啊 模型啊 或者别的一些摆件啊等等的 那不是那么重度的人的话 他们会嫌EF间太刮 那这一支的话 就是跟金豪的品牌理念 它是一个相符合的 就是 我要把一个产品做到 就是说所有人都能使用 就是我前面那个干笔视频 有讲过的 那这个就就是我 要么就走到最高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要么就走到另外一个最高点 那这一支的话 无理上就是说 就是比如 就无理说 就是能让更大 更多人体会到干笔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好处 或者他的乐趣 那金豪在这一点上面做的 肯定就是前无古人了 我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英雄的还是做的没有 如果以这次这个产品来讲 英雄的比做的没有金豪的这么的到位 我这次这是我一个感受 好 那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下面留言给我 那或者有什么讲错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想加群的 我的群已经关掉了 然后就是说 我会把你拉到 那个别的一个 D站的up主群 那需要的 麻烦交一下我微信 或者跟我交流也可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